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要講 今天要講的這個是 日本的教育 日本是一個非常注重教育的一個國家 在二次世界大戰前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人經常自誇 說全世界的士兵 只有日本人會寫自己的名字 其他的國家因為還有文盲 所以很多人不會寫自己的名字 日本他們自誇說他們會寫自己的名字 所以日本人其實他們非常注重教育 特別是基礎教育他們做得很好 那我們首先要介紹就是說 日本注重教育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當然或許是很早他們就注重 但是有一個就是說 日本在進入金代國家以前 就已經教育非常普及了 那是從江戶時代的一個叫四子屋開始 所謂四子屋就是 起先是在佛寺裡面開授的一些私屬 因為從前的和尚都是一個知識分子 他們會讀書寫字 所以就教一些小朋友讀書寫字 所以那個叫做四子屋 這個四子屋起先是在佛寺裡面開設的 後來由一些武士他們以下去這些私屬教書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個四子屋呢 因為在日本進入金代化國家以前 他們的交易普及率就透過四子屋做得非常的好 這邊有一個數字就是在明治維新以前 男子的就學率就高達43% 女子是10% 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個代表說當時日本在進入金代化以前 就已經跟歐洲的交易程度差不多了 而跟當時的中國還有印度比較起來 那就遙遙領先了 所以明治維新成功的要素固然很多 但是交易普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其次我們要講說 日本從明治維新以後開始做這個近代化的教育 他的法源根據是由當時的明治維新法 還有一個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明治天皇 他所頒布的叫做教育次語的這樣一個東西 那教育次語大概在台灣的老一輩受過日本教育的人 他們都會被他們都會被教育次語 那教育次語以及從前的明治維新法 在教育的理念方面他們所提出的就是 忠君愛國 忠孝仁義這些等等的一些理念 而且他們對教師的權利加以限制 所以這是跟後來戰後的一個教育法是有很大的差別 那日本在戰後他們又定定了一個叫做教育基本法 他們是在1947年定定的 我特別提到這個1947年是有原因的 就是說大家回想看看 那台灣呢開始有這方面的教育法呢 是教育基本法呢 是什麼時候定定了這個大家回去當作業自己查查看 那我們就曉得這兩國之間關於教育法的這個什麼呢 差距差了多少 但是這個1947年定的這個教育基本法呢 它跟明治憲法以及教育次語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它是尊重個人的尊嚴 培養追求真理與和平的個人 這樣子 而且它還要注重具有個性的文化創造 這樣子的一個教育 那這裡面呢 它還特別強調學問的自由 教學的自由 還有國民有受教育 平等受教育的一個權利等等 所以這部教育基本法可以說是 日本的教育的憲法 但是呢 這個教育的憲法呢 到了現在呢 開始有人受到批評 受到很多人批評 就是說它只提到權利 卻沒有講到義務 然後沒有講到這個愛國 這樣子 所以日本的比較一些保守派人士 就是說要修改這一部教育基本法 所以在2006年12月 他們又修改了這部教育基本法 它比較強調的是 對日本傳統文化的尊重 還有一個就是愛國愛鄉的心靈 這樣一個理念 接著我們要講的就是一個 美軍佔領日本之後的一個 教育的一個民主化 那盟軍總部佔領了日本之後 它就開始著手剷除軍國主義教育 那日本呢 是從1904年就開始使用國定教科書 那這邊我們也要提到一個 這個等一下會提到教科書的一個問題 這個其實是跟國家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那日本的戰節的國定教科書 它都講到神國史觀 就是說日本是從天孫降臨 然後日本是一個神國 然後又強調經國主義等等 那盟軍佔領日本之後 首先就是要剷除軍國主義 跟超國家主義 還有把神國史觀剷除掉 所以他就提出禁止修身 修身類似現在我們的公民道德 可是有一點不大一樣 那老一輩說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 都還很懷念修身這門課 可是現在他們都是被認為這是一個 具有軍國主義色彩的一個東西 還有美軍 我們講的盟軍總部其實是以美軍為主 美軍又把日本歷史、地理、課本全部回收 然後因為來不及印 那就只好先用這個黑墨水 把一些不適當的地方全部都塗掉 所以當時一些學童拿到的教科書 其實還是舊的教科書 只不過是用黑墨水塗的一個教科書 而且有一個老一輩日本人跟我講說 他當時日本戰敗的時候 他仍舊是一個小學生 沒有想到說這個老師呢 短短幾個月內 他所講的話全部都變成180度的大轉彎 從前都批評美國不好 罵美國說是鬼觸媒 鬼就是日本鬼子那個鬼 觸就觸生 鬼觸媒 然後呢 短短幾個月日本戰敗之後呢 開始鎮揚美國 所以我們從這邊就可以了解 在一個沒有自由的一個國家 即使是當一個教師也是非常可悲的 然後呢 日本呢 目前他們仍舊非常注重教育 可是他們有一個很根深蒂固的一個學歷史觀 他們認為要進入好的大學 要進入好的公司就必須進入好的大學 要進入好的大學就必須進入好的高中 然後以此類推 要進入好的國中就要進入好的小學 要進入好的小學呢 就要進入好的幼稚園 所以日本的競爭呢 是從幼稚園開始 因為他們幼稚園是要考試的 是要考試 尤其是比較有名的幼稚園 競爭非常激烈 所以這個是變成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 一個升學競爭 可是呢 由於現在日本人口越來越減少 所以呢 這個 很多學校開始遭受不到學生了 而且大學 幾乎是百分之百可以進去的 所以他們稱為大學潛入時代 大學潛入時代 現在我們再講到一個教科書的一個問題 日本的教科書呢 剛才講過它起先是國定的 後來美軍進來之後呢 他們就改成很類似我們現在的所謂的 一缸多本的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說他們是可以由民間自己去編寫 可是必須送到他們的文部科學省 就是相當於我們的教育部去審查 結果呢 從前就有 教科書 他 寫一些關於日本的 近現代的地方 寫日本侵略 日本 南京大屠殺等等 可是呢 到了 送到了文部科學省去審查的時候呢 就把它修改 說把侵略改成禁出 譬如說侵略中國改成禁出中國 南京大屠殺 屠殺多少萬人他寫 多少萬人這個是沒有根據的 這個 要把它模糊化等等 那關於這些呢 當然日本有日本的說詞 日本說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寫自己去侵略外國的 譬如說英國 他說這個也沒有侵略 他們是有 這個 他們說是 但是他這樣的一種 教科書檢定 自然會引起 這個臨近國家的一個抗議 那後來呢 從前 編寫教科書大部分是有偏 偏左派的 就批判經國主義的這樣的人下去編寫 可是最近呢 反過來 有這個右派團體 他們自己也編了教科書 當然他們編的教科書也受到 我們科學省的修改 可是呢 基本上還是代表 右派的一個思想的教科書 那我們還看一下那個 那個什麼呢 歐洲的教科書 歐洲的教科書呢 歐洲的教科書呢 它其實都是 非常的 自由啦 大部分都是由民間自由出版 然後呢 決定 教科書呢 都是由父母啦 校長啦 教師啦 自己去決定 甚至很多國家它也不是用買的 它用租的 它是用租的 所以呢 這個大家要思考看看 現在我們只注重說 這個教科書 如果是 一綱一本啊 那不是 對考試很方便啊等等 可是沒有思考到 教科書 的自由化 它背後的精神所在 接著呢 我還要補充一個就是說 關於校內暴力的問題 日本的一個校內暴力 當然全世界也都有校內暴力 但是日本的這個校內暴力 他們有一個叫做 特別的叫做 イジメイジメ本來的意思就是欺負弱者啦 我們也有人翻成霸凌 那這個他們的這些霸凌事件呢 有一個特徵就是 跟集團主義有關的 譬如說 假設全班 全班 都跟某一個人絕交 都不跟他說話 或者假設他已經死亡等等 這樣子 那這個呢 這種現象呢 有減少的趨向 可是呢 2010年 三月就今年的三月 這個日本皇太子的女兒艾子呢 在他所讀的貴族學校 學習院小學部 遭受到同為二年級的男同學的欺負 而不敢上學 所以我們看 這個連這個天皇的孫女 都難逃這個霸凌事件 我們就曉得這個集團主義 或者這些其實還是很嚴重的 那接著呢 我們要談這個日本的學校教育 跟集團主義的一個關係 起先我們要講的就是這個營養午餐 這個營養午餐呢 原本是 營養午餐 原本是那個 美國 佔領日本的時候 日本當時很貧窮 很多人 很多學童都沒有飯吃 所以用這個營養補給的 可是呢 後來就演變成 這個 要培養 團隊合作 培養相信力 人際關係的一個活動出來了 那 日本的營養午餐通常都會 老師 每天跟四、五位同學坐在一起 吃飯 今天換這一組 明天換那一組 這樣子 這樣子下來有一個 大家同吃一鍋飯的一個 集團主義傾向 其次 再講這個PTA PTA原本也是一個美國的制度 它是一個家長會 學校的家長會 但是日本的PTA 比美國PTA 比起來 他們活動更頻繁 也是充滿了集團主義的色彩 他們定期的開會 還出版這個刊物 然後隨時注意 他自己俠區的 學區的一些學童 到底有沒有上不良場所 或者翹課等等 所以這也是一個集團主義的特徵 其次就是一個 校聚運動對抗 當然我們從日本的動畫等等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們都是從一個鄉鎮開始比賽 然後最後一直比到 最後就是要稱霸全國 這個時候呢 他們對抗的時候 不僅是全校的師生都出來加油 甚至連這個鄉鎮的人 也都全部都出來加油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集團主義的東西 而且他們這個校季的對抗賽裡面 有所謂拔河 這個拔河原本是這個農村一個占卜 會不會豐縮的一個儀式 那現在也變成其中的一個項目 還有譬如說兩人三角的一個賽跑 這也是訓練合作的一個競賽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同窗會 同窗會就是說等於是同學會 那日本這個同學會 他們非常注重的原因 固然有說這個是將來要踏入社會的時候 是一個很好的人脈 那其實呢他們這當中有很多的 在學校的一些感情因素在 特別是我們等一下講的這個畢業旅行 這個畢業旅行當然台灣也有 不過這個台灣因為受到日本統治50年 所以是受到他們這個影響 那日本的這個畢業典禮的時候呢 跟我們不大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他們很強調學校是一個感性的場所 他們不把畢業典禮當作一個人生的一個新的出發點 而是當作說這是一個要離別的時刻 所以如果一個畢業典禮傳來的哭泣聲 那就代表那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畢業典禮 那接著呢我們要介紹這個日本的大學 日本的大學呢 戰後的日本大學其實它是由兩部分組成的 一部分就是把舊制的高中的後兩年 還有跟從前的舊制的大學的前兩年 合起來就變成現在的日本的大學 因此呢有的學校是前兩年是讀通識教育 而且是在另外一個校區 或兩年是讀專業教育 然後是什麼呢 又在另外一個校區 當然現在的這樣子的一個制度呢 很多學校都已經把它打破了 可是日本的大學的龍頭 東京大學到現在還是這樣子的 前兩年是在一個校區 他們東京大學的通識教育是非常有名的 他們稱為教養教育 然後他們前兩年所讀的叫做教養學部 然後後兩年才念這個專業的 才念專業 那這個呢 日本的學校教育法呢 到2007年4月修改了 在這之前呢 日本是所謂的講座制 也就是說 他們不是像我們說 什麼學系這樣子的 他們不是 他們是一個教授底下 一個講座只有一個教授 底下或許有兩個副教授 幾個助教這樣子 那在這個教授退休或者死亡之前 那副教授是沒有辦法升上教授的 從前是這個樣子 但是後來2007年4月 學校教育法修改之後呢 講座制被廢止了 教師組織變成教授 準教授 準教授就相當於我們的副教授 然後底下還有一個助教 助教相當於我們的助理教授 變成這樣的 那這樣子呢 這種制度一改變呢 副教授跟助理教授不會再淪為 不會再淪為教授的一個附庸 大家或許有看過白色巨塔 白色巨塔裡面可以看出那個 特別是在醫學院裡面 教授是具有絕對的一個權威 那是舊制的一個講座制 接著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為了因應全球化的競爭 在2001年6月 文部科學大臣 就是相當於我們的教育部長 一個叫遠山敦子的教育部長 他提出國立大學結構改革方針 這簡稱為遠山計畫 他最主要的就是說 國立大學要重整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國立大學法人化 那這個國立大學法人化 現在已經做到了 現在日本的國立大學 其實已經不能夠稱為國立大學 而是叫做國立大學法人 國立大學法人 而且他們要導入民間手法等等 而且他們還有一個 類似我們的五年五百億的 這樣的一個東西 一個計畫 就是要對具有前瞻性的 競爭力的一個研究部門加以補助 接著我們要介紹日本的一個 著名大學 日本著名大學 對一般日本人而言 你問說 日本的著名大學有哪些 他們的心目中就是 大概是舊帝國大學系統 舊帝國大學有哪些呢 我現在依照這個 它設立的先後來介紹一個 第一個是東京帝國大學 就是現在東京大學 還有再來是京都地大 東北地大 九州地大 北海道地大 再來就是京城地大 京城地大就是現在的 這個韓國的首爾大學 再來台北地大 台北地大就是現在的台灣大學 再來大阪地大 明國無地大 那除了這個現在的首爾大學 跟台北大學以外呢 其他的這幾所呢 在 這幾所呢 到 在今日日本呢 仍被認為是非常好的學校 是非常好的學校 是非常好的學校 另外呢 在私立學校裡面呢 有所謂私立學校的雙雄 一個是慶應大學 另外一個是早稻田大學 當然關係方面也有 也有這樣子的 什麼樣的大學 那關於這個日本大學的這個排名呢 要怎麼排呢 我認為這個當然是很困難的啦 很困難的 那我認為應該是從 教學 研究 還有畢業生的影響力 這三點 來做一個衡量 一個大學的一個技術指標 事實上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 大學的傳統 還有一個大學的特色 很可惜的 這個是很難在這邊 我們很難評量的 所以我們只能夠從 它的教學研究 還有畢業生的影響力來談 在研究方面呢 上海交通大學呢 它的世界排名呢 裡面呢 我們看它的排名 基本上 前幾名的 還是舊帝國大學系統 排在前面 那譬如說 東京大學 京都大學 大阪大學 民國大學 都是排在前面 另外 台灣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也有做一個排行榜 前幾名也是 東京大學 京都大學 大阪大學 東北大學 另外呢 日本還有一個叫 科學研究會補助金 相當於我們的郭科會的計畫 依照它的這個補助金額多少呢 也可以做一個排行榜 前幾名也是東京大學 京都大學 東北大學 大阪大學等等 不過呢 我們特別注意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 這些 研究的 排名 我們剛才所 念的這一些 介紹這一些 大概都是 以科學 理工科為主的 還有這個醫學 為主 所以 人文社會科學的這個論文等等呢 就很難被統計到這裡面來了 其實呢 我認為一個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一個 畢業生對社會的影響力 就是說 你說我們的師資有多好 這個研究做得多好 可是你的畢業生到底對社會貢獻多少 這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 日本這邊有一個 做一個統計 就是說 依照他對 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 做一個排行榜 第一名是東京大學 第二名是早稻田大學 第三名是京都大學 第四名是 清英義俗大學 就是清英大學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私立大學 已經比從前的那個什麼呢 舊帝國大學系統的大學呢 還排在前面 它已經出現了 這個就代表是說 有時候我們很難用這個 單論文數量來評量一所大學 另外還有一個統計就是 同樣是畢業生對社會利益的影響力 就是說 40歲以下的 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人的 就是說將來他這些人 可能會對日本的社會有影響力的 第一名是早稻田大學 這也是私立大學 第二名是日本大學 這也是私立大學 第三名才是東京大學 第四名是清英大學 第五名 清英大學是私立大學 第五名也是 名字大學也是私立大學 所以這個都是給我們一個 參考的一個指標 再來 關於學生滿意度方面呢 前幾名呢 都是一個大家比較少聽到的 一個比較小的大學 因為他們採取小班制 討論制 所以呢 譬如說 國際基督教大學 川崎醫療福祉大學 同志社女子大學等等 都是大家平常比較少聽到的 所以呢 平常我們所聽到的名校呢 在學生滿意度方面呢 未必就是很好 因為從前都是採取這個大班 大班教學 那 我記得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 我也曾經到這個大學部去聽課 他們是在很大班的教室上課 那通常呢 後面的學生都在睡覺 前面總是有做一兩個非常認真的學生 坐在最前面 非常認真聽老師的講課 那 可是呢 這種現象呢 到了 這個什麼呢 20世紀的最後幾年呢 就開始改變了 就是 他們學校 大學也認為說這樣子不是辦法呢 就把班級的人數減少呢 減少呢 那現在這種情形已經改變很多了 好 那我們今天教育的部分就說到這裡 就介紹到這裡 就把人家なんです 那賓 Living